准备一面、菜心、鸡蛋、虾子、苏冬、鱼王和八丁鱼 把一面放在沸水里遮大概十几秒左右 然后捞起来放在一边 八丁鱼加入盐和一点蛋清放进去油炸备用 准备另一锅水 水滚后把虾子、鱼丸、苏冬和菜心放进锅里煮直到再次滚 加入一汤匙的蚝油、适量的胡椒粉、适量的盐巴、适量的白糖和适量的生抽 加入佐料后再把煮好的一面放进锅里煮几秒钟 关小火后把鸡蛋打散再慢慢加入 过后开大火让它煮开 把炸好的八丁鱼放入锅内一起煮 美味可口的海鲜一面汤就这么完成了